前两天不是七夕节吗 七夕节北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高端的名校的年轻人的这么一个聚会的场所拉我去了 我一个七十岁老头到那去人都二十多岁的 最多三十来岁的名校的单身男女七夕聚会 那天他们叫我分享一下爱情经验 我爱情经验哪有女朋友夫 我怎么跟你们讲啊 就会跟他们说我认真搞了一个对象 然后人家介绍的六弯几次最后就成了 就我老母鸡煲鸡汤煲了一辈子 最后呢 就分不出你我来了 就过了一辈子 又后来有好几个年轻的女孩就跟我说 她说那个大爷 我们也想就找一个人煲鸡汤煲一辈子 但是现在你结婚离后离这么高等等等等 我才发现今天呀 在爱情的问题上时代不同 不仅和我们年轻的时代不同 和曹雪芯那个时代更不一样 因此 胡美导演的《活龙梦》只接遇良缘当中 贾巴玉和林丹玉就爱情故事 今天还能不能让年轻人理解 这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你看看这是相约三则 邂逅七夕 浪漫交友酒会party 这活动是人家北大光华MBA校友会 清华五道口MBA校友会 长江商学院 香港大学 南开大清 哥伦比亚大学 武汉大学 香港中门大学 还有纽约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伊安MBA北京校友会 还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北京校友会 然后在那还有瑞典皇家理工啊 什么英国皇家理工啊 都是一些绝对高端的俊男靓女 七夕酒会 人家打的口号叫做高端交友 深度交流 美酒畅饮 相距此刻 爱起信张 对于今天时代的这些年轻人 名校的这些俊男靓女 能不能理解当年就封建时代的宝玉和黛玉这个爱情 实在如此不同 差距如此之大 我想虎美导演是很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 宝代的爱情为什么会被摧毁啊 被谁摧毁了 那些人故意要陷害宝玉吗 原著当中曹雪芹要表达的意思 或许是这么纯洁的人和爱情 最终被这个无情的社会和人间摧毁 牧师前盟也成了悲剧 那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来 你们这些 现在你们小光棍 男光棍 女光棍 你们认为那个病泱泱的 有理想色彩 写诗写的好 得老祖宗疼爱的 动不动就发小脾气的 娶儿嘴的 但长得也不是最好看的 林姑娘可爱呢 还是完美无缺的 珠光宝气的 善解仁义的 宝姑娘更可爱 如果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或者在您这儿您可这样可那样 那我请您到导演院 你看一看 您看看在胡美导演 你导演啊 胡美导演的诠释之下 到底怎么样的取舍才是对的 事实上 曹雪芹的笔下 三个人都陷入了悲剧 你设想一下 假如贾宝玉醒过来了 好了 正常了 跟宝姑娘两个人开始 过幸福生活了 宝姑娘内心深处 没有对林姑娘的眷恋吗 这个爱情圆满吗 所以这些问题曹雪芹没写 需要当下解读 所以关于曹雪芹的作品的100年的改编 胡美的这部戏还是值得看的 北京大学著名的文学教授张义武认为 这次翻牌 还做到了三步 不容易 不违和 不得了 不是照搬圆柱 而是跟圆柱对话 在尊重圆柱的基础之上又有创造 两个小时把故事撑下来 非常不容易了 电影当中假贪林财 就是假家把林家的财产给吞了 张义武认为 这有趣啊 很有趣 也很大胆 胡导演大胆啊 把这个戏剧化了 而且真的是每一句都有来历 洪西家找不出毛病了 这事是有来历的 我一再说经典是沉淀下来的 经典需要不断的解读 从上一次大改编到现在已经20年过去了 也就是在20年当中 胡美筹备了20年 然后呢拍了10年 拍完了之后又沉淀了10年 然后才把它拿出来 小心翼翼的跟社会交流 如果说改编是和原作对话的话 那么现在作品呈现出来 那就是跟观众对话 而观众说什么 说什么都正常 一万个人一万个哈姆雷特 一千个人又一千个红楼梦 说什么都是对的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国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再见